大家好,我是Tricia 非言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赫爾森基飛勝不可 在星期四深夜 歐洲聯賽第三圈次回合繼續 赫爾森基回師主場對黎菲治 雖然赫爾森基首回合未能獲勝 但他們的實力始終要被黎菲治強勁 今仗回到主場作戰 赫爾森基有望擊退對手晉級下一圈賽事 作為分超的斑霸球隊 赫爾森基的實力是毋庸之意 他們是奪得分超冠軍最多的球隊 一共有30次 上賽季,赫爾森基也沒有被聯賽冠軍走掉 球隊也順利拿了一個歐洲冠軍聯賽外圍賽的參賽資格 不過他們在第三圈被馬毛淘汰 是生機 只能降班參加歐洲聯賽外圍賽 是生機 需要在歐洲聯賽第三圈開始踢氣 面對亞賽拜疆的球隊尼菲治 赫爾森基實力明顯在對手之上 首回合核戰對手 赫爾森基反而有些畏手畏腳 球隊很長時間都沒有創造出威脅的攻勢 在一球落後,赫爾森基才愚夢初醒 盧比力斯基和J.達斯華短時間內相繼破門 幫助球隊反超比分 不過他們未能守著勝局 最終赫爾森基只能與尼菲治打成2比2平手 好,幸好經過首回合的交手之後 赫爾森基已經知道對手有多少斤兩 今仗回到梅斯主場 他們只要正常發揮 取勝問題應該不大 始終赫爾森基今季主場戰鬥力相當強勁 七個聯賽主場獲得六勝一和的不敗戰績 與主隊赫爾森基相同的是 尼菲治同樣是歐洲冠軍聯賽第三圈 被對手淘汰而降班去參加歐洲聯賽 不過由於阿塞拜疆這個國家的足球整體實力極其有限 所以尼菲治的實力不算出眾 加上,下塞拜疆國內的頂級聯賽新賽季還未開始 換言之 尼菲治處於休賽季 直接進入歐戰這個大強度比賽 所以球員難免適應不理 對內的狀態較為不穩定 另外,包括上將打和赫爾森基在內 尼菲治已連續三將勾戰未能獲勝 其間進攻方面受到極大的阻制 有兩場被對手凌風 今次對比自己實力強勁的赫爾森基 尼菲治實在難記口望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